虎扑11月4日迅近日 前曼城队长保罗鲍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曼城效力 职业生涯共为曼城踢了445场比赛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福登的出色表现让他深受当地球迷的喜欢 这有利于帮助俱乐部复兴血统传承 现在非常让我感到骄傲的是看到福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当我在曼城精训学院工作的时候 我们整个团队的人都竭尽全力去帮助球队签下当时只有9岁的福登 双引号 双引号 当他还只有8岁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英格兰西北地区同龄中最好的球员 当时曼联利物浦和埃福顿也都有强烈的兴趣去签下他 他双引号 但是福登的爸爸是曼城的一个死忠粉丝 他说福登除了曼城不会去其他任何球队 我真的很高兴现在看到福登正在不断进步 双引号 双引号 当看到福登现在已经在一线队立足脚跟并且发挥如此出色 他的爸爸一定会觉得这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事情都自豪 双引号 我记得在我为曼城效力的期间1975到1986 在1976年我们去米德尔斯堡梯连赛背叛决赛 我记得当时我们首发11个球员中应该有10个是曼彻斯特当地的小伙子 唯一一个不是来自曼彻斯特地区的球员是Asa Hartford 双引号 当然现在这种日子已经远去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在最近这些年或许我们丢失了一点曼城鞋筒 福登的出现让曼城本地球员的鞋筒又有点回来了 这是一件我喜闻乐见的事情 双引号 福登已经兑现了他的一些天赋 但是我觉得他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挖掘 他是一个意志精强球员 他一直努力工作 态度端正 他有着娴熟的技术和创造力 他也有的分能力 双引号 双引号 我认为他可以接班大卫西尔瓦 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进攻组织者去为阿辉罗创造更多的得分机会 他也会犯一些错误 但是他仍然很年轻 他才20岁 但是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去实现他想在足球世界完成的目标 双引号 瓜迪奥拉对他的培养很好 给了他越来越多的上场时间 福登的表现也很惊艳 我相信可以看到很多其他来自曼彻斯特当地的小伙子可以被给机会并不断取得进步 双引号 m 远挥上引号